既然向這間發責中有被人檢驗團出糟糕 公訴蟑螂也會被問三小半季潤昏昏 雲林冠議員創下路接觸前 不然在二月這季秋雄上後 竟然跟公訴環保給人員到現場進行看著 典型改善骨心 有啊 都有聞到味道啊 是有聞到味道啦 那從斗六是開車過來到水林鄉 已經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了 會不會就是業者趁機排放的一個時間 昨天查合也有針對他不合格部分做一個處分 那後續我們也會請一些專家學者 進來進場輔導 那提高他防治設備的效益 被人檢驗空氣污量發責中也只 其實自己除了精細獨操設備 也有設置空中的硬硬機 從外線的監視器隨時監控所有工廠裡面的煙囪 被空氣是蒸氣 然後先把它降溫 降溫之後再經過 洗停之後把味道洗掉 我有帶大家去看的就是那些防治設備 那我在這個十月底的時候 也有一部分的防治設備還會再進來 然後會陸續的加強 董北條生活常常要他們 拐條條不斷受草味困擾 這次看早地把他拿出設立就有空氣檢測車 我們要了解業者有沒有不法排放 所以是不是請我們的環保局派駐一台 所謂的一個監測車 雪林居民也是希望環保局這邊可以協助把這個氣體做個檢驗 我們會盡快來調派石化監測車 進駐到水林鄉這邊來做一個長期監測 另外我們針對假日跟夜間也會加強一個機場 不定期一個機場的作業 石化監測車我們裡面有一些氣體的部分 它是可以應用在這個場 因為它有一些瘤醇類 那瘤化氫 然後氨氣 那這些都是二臭物質 現在水辣當年受草味困擾的問題 由於有料檢測機制 相信對水辣鄉親來說是很安心 記得給我們參觀到